货包有人打架 支援警力赶往现场 一下车就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店门口 其中几名男子还在互相拉扯 大声叫嚣 旁边朋友怎么劝都劝不听 远警赶紧上前把双方支开 第一点就在新北市一间快炒店 一群好友相约吃饭 黄汤下肚发生争执 警方最后将动手的六名男子 以妨害秩序罪送办 像这种街头打架事件 尽管受伤不严重 但如果犯案次数太过频繁 被警方助记资料 就很有可能遭到收押 去年六月新北市新庄 发生火锅店砍人案 逮捕八名嫌犯 其中三人就有重复斗殴的记录 隔天在卢州也发生当街掳人案 警方调查两案之间有关联 针对落网的13名嫌犯 整合过去被助记的犯罪记录 向检方或法官鉴请羁押 最后收押七人 直到案件审理完 到坐牢这段期间 都不能在外面啪啪噪 一般来说如果在街头打架的话 我们可能会实为单一的伤害案件 但是如果他有这个 反复知识的行为的话 我们认为他其实这个 重复犯罪的倾向 会造成社会治安的危害 摊开过去犯罪记录 比对分析 不管是打架还是砸电等破坏行为 都要建党存进电脑资料库 新北市警方透过列管整合机制 110年一共逮捕 200名街头姿势分子 其中32人被收押 相较前年有效减少65件 过去预防性积压 比较少用在伤害案件 透过检警合作 让这些常常打架闹事的不法分子 没有机会继续作乱 TBS 吴居宣 黄敬芬 新北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